习大大出访英国啊 英女王安排他在白津汉宫吃了一顿午宴以后呢 又安排他去看中国政府过去送给他们的国礼 这事很有意思 让我很关心这件事 那么他看他什么样的国礼呢 看他这二百多年以来 英国政府接受的中国政府送的国礼 首先是英国当年的特使马格尔尼带回去的 有春寿河跟这个相同 一会儿我们给你充分展现 还有呢乾隆时期印刷的乾隆的画像 一会儿我们讲这印刷有多重要 再有就是光绪皇帝 送给英女王的白玉如意 再有就是李鸿章 鼎鼎有名的李鸿章 送给他的玉的花瓶带盖的 呛金的 再有呢就是当年清政府驻英大使 送给他的清花尊 解放以后的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一般情况下都是工艺品 这个当年陕西省省长 还送给他一个桂涌 那桂涌啊 今天啊你们要想要啊 也容易只要去陕西西安啊 秦兵马永博物馆周圈的小作坊里都有卖的 大小随人啊 你想买大的跟真人那么大的搁在你们家让他给你跪着也行 你不想买大的买小的小的有这么大点的直接搁桌子上也能看着啊 17世纪中叶啊 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成功 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来讲过啊 他成功的很多标志 比如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专利法的国家 他颁布专利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是我们的明朝末年 那么通过将近100年的发展 到了这个18世纪的大概雍正时期 英国就开始向我们示好 跟秦王朝示好 雍正哪理他呀 我们今天知道英国在哪 英国怎么回事 当时的人一扒个地图一看 说您在哪呢 这英伦三岛在那么一个见不着太阳的地方 是吧 根本就把这个小国就不看得严厉 所以示好白示好人不看 到了清朝的康乾盛世的后期 后期 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抵达中国的英国外交使团 就是马格尔尼的率领的英国使团 当时马格尔尼是权权大使 他是中西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我们今天只要说中英关系 这件事是撇不开的 所以英国女王拿出来的礼品中的第一件 就是这个时期的东西 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 使英国商人他特别想用他的产品 他的工业产品 去到中国来换钱 换银子 中国人过去用什么东西到英国 包括法国 包括欧洲 去换钱 拿什么去换的呢 去拿我们三大主打商品 因为我们说过丝绸瓷器茶叶 我们这三大主打商品全是本小利大的 你想拿商品赚人家钱一定要本小要利大 不能本大利小那上哪赚钱 你过去的盘缠费用又多是吧 那么英国人到这来的时候呢 就想把我们挣他的钱想再挣回去 他脑子里一门心思的想怎么能扩大这个贸易 扩大这个贸易 当时中国人 中国人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 康钱盛世的这种荣光 我们讲过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四十年是个坎儿 绝大部分都跨不过四十年这个坎儿 就夭折了 比如我们知道文景之治 三十九年 这个开元盛世 满大满算四十二年 对吧 就是四十年是个坎儿 到那就崩盘 那么康钱盛世呢 是清朝大概一百年的时间 处在一个比较富足的时代 所以呢 那时候的康熙雍正乾隆 尤其乾隆皇帝 就非常的自满自足 乾隆的晚年就享受了康钱盛世的 这个最后这个时光 所以他推行的政策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叫海晋 外国人能不能来经商呢 可以经商 经商在哪呢 广州 所以我们到今天 广东人 广州人 还有经商的传统 就是几百年形成的这样一个传统 英国人老跑到中国来经商呢 不方便 为什么 你经商老跑到广州 从广州入境 我们都知道今天广州在中国这只大公鸡的肚子底下 最边上 你把这商品到这儿跟中国人贸易 那中国人赚了绝大部分钱 你跟他贸易完了 你回去了 他呢 直接往内陆去卖 那么我们的海岸线也比较长 如果沿着广州走 那起码是福建 浙江 江苏 甚至天津都有港口 那么他们就很想通过这些港口 把生意做到中国的府地去 皇上不同意 皇上不同意 你没法 不开关呢 那么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呢 受商人的蛊惑 商人都是天天提要求 说这不行 说你啊 能不能代表国家 派使节初始中国和中国签订 贸易协定 那么18世纪后期 英国通过至少150年的发展 已经变得非常强壮了 那时候他跟中国 很多地方他超过了中国 而中国人一点不知 那时候中国人不知 我们是天朝啊 没必要知道别人的东西 所以呢 马格尔尼就在那时候 被选上了 初始中国任命全权大使 什么叫全权大使 就是你代表国家 行使一切权利 你出去就是代表国家 马格尔尼我们知道啊 马格尔尼我们是按照他 基本上按照他一阴走到现在 过去的翻译啊 这个格呀竟写成夹 就是我们知道电影 法国有个电视节 叫贾大电视节啊 这个字啊 过去好多人念错了念 嘎然而止 实际上是戛然而止 所以我们现在还按照他英文的 这个发音 靠着他发音叫马格尔尼 当时的英国 马格尔尼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 一个贵族 我们过去也有贵族啊 过去我们的王公贵族厉害着呢 各种毛病多 贵族就是毛病多 没别的 跟平民比较起来 他的典型的特征 就他事多 毛病多 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处理 外交事物的关系的 一个资深的外交家 英国人派马格尔尼到中国来 一定不是白派 为什么呢 马格尔尼有充分的外交经验 他跟沙皇俄国 跟他公平交道 打了很多年 所以他有经验 英国人就对马格尔尼 寄予了厚望 你出使中国 一定能够马到成功 马格尔尼率了多少人呢 当年率了700多人 700多人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 我们今天国家领导人出使 都派不了700多人 700多人在古代 你想想他那么远的地方 他跑中国来 700多人多么庞大的一个 一个使团 这个使团吃喝拉撒睡 全是问题 我们700多人 今天大飞机得坐三架 你想想 所以这么多人跑到中国来 就是向乾隆皇帝来祝贺的 有一名义 祝贺乾隆皇帝 八十大手 什么时候起的城呢 乾隆57年 1792年 秋天9月份 从英国本土就开始出发了 从一个港口坐船出发 这时候我们乾隆爷都82岁了 您说您来庆祝八十大寿 太晚了 走了多长时间呢 走了九个多月 第二年 七月份 在舟山港登陆 有意思吧 那时候给人住个寿真不容易 这使团在海上漂泊了将近十个月 终于抵达中国 那么中国人有意思 中国人知道英国特使来了 他的使团来了 但是又知道他不认中文 所以等他们一上岸 中国人的队伍就呼噜呼噜就冲上去了 官员们都冲上去 很热情地迎接人家 不由分说地 往人家身上插彩棋 什么意思 你看我唱戏没有 唱京戏后面穿上彩棋 是吧 各种彩棋 他其实这彩棋不是插他身上 他身上没地插 他不是唱京戏的 教使棒 他的这个队伍里给了好多彩棋 这次彩棋上写着什么呢 写着几个大字 五个字 这五个字叫 英吉利共使 英吉利就是英国 共使是什么 不是大使 不是特使 是共使 您给我们上共来了 外交辞令 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抠的 中国人写上一共使 就欺负英国人不认人这字 那还不管在旗上 在礼品清单上 中国人都把礼物 这俩字改成了 共物 共礼 您给我们上共来了 然后呢 乾隆皇上还是挺大度的 因为乾隆皇上得到的禀报 是英吉利共使 不是大使 所以乾隆皇帝就回复梁广总督 说特别批准英国使团破例 从哪登陆啊 天津 为什么从天津登陆啊 你想从周山到天津坐船 很快就来了 如果你登陆上了 在周山上了陆路 上了地 然后你从陆路走 这一路辛苦啊 车马劳顿的 受不了 恩赐你 天津登陆 所以七月份呢 英国人又北上天津 前往觐见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啊 还不踏踏实实在故宫等着他 当时呢 天热 你想七月一号多热呀 正是最热的时候 我们皇上上哪儿去了呢 上他的热河 就是承德避暑山庄 他的行宫里避暑去了 皇上没辙啊 热的时候只能找一凉快的地儿 他不像我们 热了有辙 开开空调 那时候没空调 所以皇上就跑 承德去避暑去了 然后呢 就派人呢 护送这个使团 由北京 去到承德啊 就热河 承德的避暑山庄 去拜见皇上 这得走一个多月啊 我们今儿啊 一脚游门 五个小时就到了 从北京 那时候得走一个多月 英国使团抵达热河 都住下了 他倒是等着见皇上了 那按照英国人的记载啊 很有意思啊 折腾啊 中国人真能折腾人 说你想见皇上啊 我们这皇上你知道吗 皇上跟你们那个 跟你们的英王不一样啊 我们这皇上有一特点 早起早睡 你知道皇上从小 皇子我们都讲过 五岁就起来读书 一生都是早起早睡 天一黑就睡觉 天一亮啊 鸡一打明啊 起来鸡没打明 他都起来帮鸡打明 他起来了 所以要求英使团 凌晨三点 一二三三点 你们睡到正香的时候 起来换着衣服 向皇宫进发 那个皇宫还是行宫 英国人就在一片漆黑中 你相信过去也没灯 什么都没有 打那个灯笼啊 漆黑中摸黑 走了一多钟头 走了八里地 四公里多 那么清政府就说 您这国家来人 您不是共使吗 您见我们皇上 有规矩的 您见皇上 不能跟打招呼 瞎握握手就行了 不行 您得三跪九拜 这是我们的礼节 我们每个人 见皇上都这样 那英国人说不行 我是全权大使 我代表英国 我不是来给你上共的 你这明明是对我是一屈辱 就坚决的不干 不干呢 中英双方很有意思 英国人就说 那我妥协一下 实在不行 我一单腿下跪 对不对 我们英国人可以单腿下跪 但不能给你磕头 不能扣手 咣咣咣咣咣的 您受不了 再说我这头也不好 磕着磕着就晕了 头晕 中国人很有意思 那清王朝那么多官员 围着咱鸡嘴压嘴 就说 你要不三叩九拜 没关系 对不起 您得东西留下 您坐船 回你的英机力去了 你们知道 马格尔尼是 身披重网 走了一年多 离皇上就差一墙之隔 见不着 多难过呀 想了半天 妥协 所以和珅 和大人的奏折上说呢 英国使臣就像我们千龙皇帝 行了三跪九拜之礼 那英国人怎么记载的呢 英国人记载的完全不一样 英国人说呢 当时就是单腿下跪 没有三叩 没有三跪九拜 双方记载完全不同 你现在很难知道真相 所以我老说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我们今天怎么知道真相呢 和珅的奏折说 英国使臣 三跪九拜 英国人自己回去 跟英王说的事 我们就单腿下跪 到底谁说的是真相呢 你很难说真相 但是我们可以去推 你想想 和珅的这折子 是写给皇上的 马格尔尼至于 有没有三跪九寇 那皇上看得清清楚楚 皇上如果没看见 你敢写这折子吗 你不敢写 你等于欺君之罪啊 所以我倒是觉得 和珅这奏折呢 可信度更高一点 你想如果清 清王朝的这些官员 围着马格尔尼 这么去说 你不 这个三跪九寇 您就见不着皇上 那我估计啊 马格尔尼一定妥协 为什么呢 他是全权大使 他可以当时啊 决定所有的事情 如果他回去了 这事不是肯丢人吗 所以他有可能 就妥协了 我们现在经常爱说的一个字 是妥 这事就妥了呗 所以就可能 磕了这个不愿意磕的头 但是无论如何 到今天 我们无论如何 以何种方式 当时解决的这个纷争 这个冲突 都改变不了 这次 马格尔尼 在二百多年前 来华的时候 这个礼仪之争 对中英首次通史 来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管他这头是磕了 还是没磕 当时啊 很有意思 英史团 七一百多人里啊 有没有懂中文呢 有 谁懂中文呢 他里头有一副史 你知道特史有副史 因为特史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人在顶上 这副史有一儿子叫托马斯 托马斯 我现在对托马斯 唯一的印象就是体操中 好像有一词叫托马斯全玄 是吧 这托马斯呢 学过中文 学了多长时间呢 半年 突击学的 我觉得半年的中文 尤其还是古中文 我估计够那英国人一呛 除非他是一天才 我们今天要突击半年英文 也都是稀罗马虎的英文 但乾隆对他很有兴趣 乾隆一看 好这个黄头发的这些 这英国小伙子 能结结巴巴说两句中文 就说来来来来来 我看你很有意思嘛 到我身边来 然后皇上想了想身上一摸 从自个裤腰带上解下一黄色的荷包 黄色的荷包 你知道这黄色的荷包都是皇上用的 你们一般人都用的是其他颜色的 红色的绿色的蓝色 什么色都行 就不敢使黄色的 转手就把这荷包给了托马斯 托马斯拿一荷包傻了 不知道这东西干嘛用的 什么叫荷包 对不对 你们都不知道荷包干嘛用的吧 荷包过去也就是里头搁点香囊 我们过去有人把荷包里搁钱 所以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荷包是钱包 甭管是干嘛用的 这托马斯根本就不明白 中国皇上给他 赐给他一个东西的重要性 如果他知道这东西的重要性 他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 写一封信 写一段文字 记载当年皇上怎么给的 这东西如果再给了大英博物馆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物 估计当时也没当事 说这玩意干嘛呀软巴巴的 什么用没什么用啊 也被背不住在身上别两天 随手一丢就丢哪去了 那么禁建结束以后呢 福康安 福康安这人不是虚构的 是确有其人 福康安那就陪着使团 参观我们的热河行空 就是成德的避暑山庄 皇宫你是看不见了 皇上在这避暑了 不能陪你回去 您一会就回国了 所以您就看看避暑山庄 看看成德的行宫 你还得跟他解释 什么叫行宫 什么叫进宫 进宫是牛的地方 行宫是次一等的地方 是皇上出来玩的地方 让你们看看 英国人进去一转 你想想我们成德避暑山庄 四十景 是吧 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一进屋一看 我这西洋的玩具 挂钟啊地球仪啊 什么都有 一看愣啊 这有点扫兴 为什么看到自己的东西扫兴呢 就这东西都太好 你看到中国东西 它不扫兴啊 因为我的东西是我们带来的 我们送的这些礼物 都看着挺好的 没想到你这的西洋的玩具啊 什么西洋的坐钟啊 西洋的地球仪 什么都有 还特高级 一下有点糊涂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他们就想 我们送的东西是不是不行了 那东西显得不够档次 这就怪了 你说中国人 为什么在这行宫里和 我告诉你故宫里有很多 当时有这么多西洋的东西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 当时的清朝政府 有钱 派着人偷偷上欧洲买 所以我们今天故宫里很多东西 并不是外国人送的礼物 而是我们自己去买的 我们买了很多钟 当时啊 皇上给钱呢 带着银子 自个儿跑外子去买去吧 我们不是近些年 中国人蜂拥到欧洲啊 建什么柜买什么 我们在200年前就干过这么一回 马格尔尼这个 随着这个福康安参观完了以后 心里有事啊 就说我得跟你谈谈啊 说这个我们这还有好多要求呢 那清政府说您得进宫的事都完了 祝寿就算您住了啊 这尽管您没记清楚 我们老爷子已经83了 80就算你80也是你住的 83也是你住的 完了事您回去吧 哪个人您说不行啊 我这得有任务啊 咱得谈谈谈案呢 我这好几条呢 123456 这六条 我有六条要求 这六条要求太骆驼 咱就不说了 它无非就是你要开放口岸 让我在哪登陆 让我做什么生意 给我免税 就这点事啊 都是鸡灵狗碎的事 清政府最简单 一概拒绝 不跟你玩啊 你回去太非分了 我让你在这上供就不错了 关上了 谈判的大门 这一关呢 就好多年 前东皇帝当时呢 就等于是跟底下人说 说啊 赶紧让他们走吧 别在这待着啊 就回国吧 这个英国使团呢 就想说 我能不能耗几天啊 看看老爷子哪天高兴 背不住 让我们能谈判 就想辗访回国 这说 清政府就不高兴了 说别跟我这赖着啊 就说 你赶紧给我回去 所以 马格尔尼一行 从北京出发了 没有从天津港 再坐船走 由军机大臣 松云半送 什么叫半送呢 就我看着你 你走 这时候怎么走的呢 踏上了归城 从陆路走 走河 走河也算陆路 只要不走海 走河 坐一段船 上一段岸 坐一段船 上一段岸 走了多长时间呢 走了仨岳 从北京走到了广州 这仨岳 从中国府地贯穿 一直走到广州 我们今天啊 坐飞机从北京到广州 三小时坐火车 一天之内也抵达了 当时很苦地走了三个月 但这三个月 有很大的问题 马格尔尼在三个月中 他那么多队伍 搜集了中国所有的可见的情报 什么叫可见的情报 我们今天啊 不出国也能知道国外很多事情 是因为有各种现代化的通讯 当时没有 他们全是看到眼里的 看到了中国军队那个德行 扛着那种烂枪 人家已经变成非常好的洋枪了 我们还是吐槽 看到中国到处都是那个衰败的景象 所以他们心里就暗暗打定了主意 这个国家可以跟他干 英国人回去了 但是海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你知道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英国人希望我们开关 我们一定是要控制关口 我们今天海关就是控制国家的命脉 所以呢 这个海关 康熙时期 康熙24年 1685年 我们开个四个海关 这就是岳敏 浙江 岳呢就是广州关 敏就是厦门关 浙呢就是宁波关 江就是上海关 我们开了这四个海关 到什么时候关了呢 乾隆22年 1757年 不到100年 关了三个关 就留下粤海关 广州关 你知道广州关啊 当时啊 那个景象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 叫广州十三行 所谓十三行就是各种行业 那么当时 跟中国人贸易的西方商船 抵达广州关以后 光排队有时候要排好几个月 泄不下货来 你想着急不着急 过去运货 海上漂泊一年 到了你的港口 还得排好几个月都对 所以非常的着急 就希望你们 国家能把沿海的所有关口 都打开 你跟我们做生意 做生意干嘛 要赚我们的钱 对吧 我们呢 不希望让他把钱赚走 所以矛盾就越积越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马格尔尼第一次来的时候 留下了 就这一次英女王给习大大 看的礼物里有两件重要的 一个是春寿河 另外一个是印刷的 乾隆皇帝像 我们一般人会想 印刷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哪印刷的 那一定是画的值钱 我告诉你 古代恰恰不是这样 今天清明上河图 我们都知道 是我们的国宝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 宋代印刷的清明上河图 那是国之重宝 那比现在画的那个还有价值 因为那时候 没有这么好的印刷技术 印刷永远是科技的革命 我们有早期的刁板印刷 到活字印刷 到后来的千板印刷 到照相印刷 到无 无胶片印刷 我们现在印刷一直都在进步着 所以印刷是人类 文字文明以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送给英国特使的春寿盒 就是当时的东西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送给你很漂亮 你做不了 我做一个送给你 晚清的时候 中国国家江河日下 光绪送的 李鸿章送的 朱英大使送的 全是乾隆一朝的东西 对吧 那么乾隆时期 他当然确实有资格来鄙视英国 他干不起他是很正常的 你想想我送的东西都不一样 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再鄙视人 我们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中国以后 1900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以后 我们所受的痛苦 只有我们才知道 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欧洲的时候 能看到大量的中国文明 那都是一二百年前 掠夺走的有 购买的也有 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都有 西方人在那个年月里 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东方文化 但我们今天对西方 又能知道多少呢